前言,别把自己抱得太遥远,别让简单的事抱被解,很多事情不值得总抱在心间,人活一世,草木一秋,人家一生说长也短,看和什么比,说短也长,看你怎样想,在意别人的议论很累,人活在世上不被别人评,不说别人,那都是不可能的,语言幼稚的话语,犹犹豫豫的眼神,让你左姿右想,是自己说错的。 做了话,那点做得不够好,或许只是别人自己有事,事实并不是你猜想的那样,别把自己拍当回事,很多人管好自己时间都不够,那还有时间管别人,好事的人毕竟是少数,为了少数人让自己活得那样也不值得,扶约,笑着面对,不去埋怨,悠然,随心,随性,随缘,注定让一生改变的, 只在百年后,那一朵花台的时间,活在痛苦的回忆中很累,为自己不经意犯下的错误,而长时间忏悔,为错失的一段情缘而自责,为失去的一个绝好机会,而后悔磨叽等等。 真的没有必要,得不到的东西,我们会一直以为它是美好的,那是因为你对它了解太少,没有时间与它相处在一起。 当有一天,你深入了解后,你会发现原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么美好,有人说,婚姻就像风筝,我们手中握着风筝的线,让它自由老祥,只要线不断就没问题。 可是事实难了啊,不知哪天,风筝现断,落入它方了,不知反怎么办,还是别把自己放得太遥远为好。 一根细线能聚集二种情思,我们不妨时常变化一下发现的姿态和方法,让婚姻的乐园总是充满神秘的色彩,吸引风筝自然回归吧。 一个微笑的眼神,一句甜蜜的问候,一条有趣的信息,一个深情的拥抱,都会唤醒迷迟眼神,都会感动心灵最柔软抑郁。 在这个复杂纷乱的人世间,我们每天与各种不同性格的人交往着,总会遇到了一些摩擦,一些误解,甚至会发生语言上的冲突。 这时,我们总会觉得自己是对的,别人都是恶意的,其实,就像歌词里说的那样,别把自己放得太遥远,别让简单的是二位且,很多事情不值得总放在心间,凡是看开一些都好。 别把自己放得太遥远,别把自己的心放在风的边边,生命里看不到的轮回,快乐也好难过也好,经历后岁月还是一样流泻。 那刹那间在浩瀚的夜空虽烂的流星,绽放后终究归于涌结的湮灭,人起圆灭,因此却不过是互相的过客,面对面走近,背对背走开。 可况行无想法,无我,无来,无趣,无往,看待人间繁华,相信世间真情,不求功名,普世无华,自我约束,难管理解与误会。 不管快乐和难过,简单就好,别想的太多,看开一点,谁不是千辛万苦才得到一切。 是理解也好,是误会也好,都不记自己对自己的感受,别想的太难,简单一点,不要去太过在意别人的脸,吃快乐也好,吃难过也好,经历后岁月还是一样流泻,别把自己放得太遥远,对自己好一点。 学会自己爱自己,学会自己理解自己,学会自己联系自己,学会自己温暖自己,人生俱散苦匆匆,一转身就是一辈子,记着,别把自己放得太遥远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过去更多相关资讯。